剪刀 你还是小心 用剪刀要小心 他不小心 他已经没有用过剪刀 没有用过 更要小心 用过剪刀的也要小心 因为剪刀会伤到手指头 今天用剪刀都要小心一点 哈喽 你准备好东西了没有 今天最主要是要这样两样 剪刀和剪刀 你有剪刀也行 你有剪刀也行 有剪刀也行 然后准备好两张 没有剪刀的 没有剪刀的 你看你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啊 双面胶或者胶带也可以 没有也没关系 没有的话当你买了一会儿 你还要把那个骨回去就行 一会儿你就知道我们用胶水干什么了 就用一下下 我们现在在等美贝卡 如果美贝卡吃到了我们就先开始了 好 我们来了五个小朋友咯 我们准备开心 看 简 好 一二二颗 个小笋 就是一二二颗 懂得 你看到金女生上寮可的作业 小妹窗的 technology Это кран太棒了 然后我们今天也争取大家要交作业好不好 然后老师先给你们看看今天要画什么啊 首先咱们就一边等 Rebecca说一边咱们进行点调论 先把作业关上 咱们看看老师给你们看 你看这里好吗 对对对 我们把图片画出了一个角度 这张图片好小 我看看啊 咱们画成大眼图片 哦 等一下我看看 这个是Jesiper的作业 我刚刚说的老虎 哦 老虎是不是 你也画老虎 你也画老虎 对不对 我先看一下这是Jesiper的作业 我给大家看一下 哇 Jesiper的作业 小白星你画了多少眼睛啊 好多啊 好可爱哦 好多多眼睛啊 还有这么多 我看看这张是图的 我把它张在板地上 哇 这是图图 蓝色图图啊 老师第一次见啊 好可爱哦 蓝色图图啊 耳朵也很可爱 这个是她画的 你看那个嘴里的很像的桃心 是不是 然后蓝色的胡萝卜 我在超市见过紫色的 你们见过蓝色的 哇 然后这个是图好颜色的外星人 是不是 橘色的外星人 你看这些小星条 小星星 好棒哦 Jesiper 好 我们今天来看你画老虎行不行 你看那个老虎 大家看 这个老虎 它是在藏在树叶里 是不是 它为什么藏在这些什么草啊树里啊 不知道 因为它就看不见 它的人就看不见它 对 因为它比如说它想逮小兔兔的时候 它呢 它颜色鲜艳嘛 它是橘黄色的 对不对 老虎是橘黄色的嘛 它颜色鲜艳 它一出来 大家都看见它了 在它藏在那个树木里 大家看不见它 然后呢 它就可以 太厉害了 它就可以突然一下出来 得不 哇 像这样 是不是 老虎其实在不 但是呢 有些看一声 为什么 还有那个女生会觉得那个老虎可怕 其实老虎在 不那个什么时候 不吃动物的时候还挺可爱的 还挺蛇头的 老虎还是有很可爱的 吃动物的时候就很可怕的 对 但在吃动物的时候就很可怕的 你看 但是咱们可以把老虎画的还蛮可爱的 有没有 这个老虎是为了 我也画的很凶的 你要画凶的 你可以选 当时咱们看 你可以把你的老虎画特别凶 也可以把你的老虎画特别可爱 好不好 好 这个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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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老师画的老虎好不好 你们看得到吗 嗯 然后 然后 这个 我们画一个老虎 然后呢 给它画上 把牧羽 把它贴上好多树叶啊 灌木啊 把它藏起来 然后给它画个土的小舌头 第二的话 它可以不会太凶 你要想让它特别凶 你可以把 画这个舌头 你看就显得特别凶 对不可以 好啊 如果我们画完了这个 有时间的话呢 我们既然学会老虎了 我们可以再画一个这个 哦 我们可以把画好的老虎剪下来当面具 可以画两个老虎 我们今天看有没有时间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就把 它再画一个面具出来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地团做完 好不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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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准备好了 我们准备开始了 我们要准备开始了 老师就先把大家记住它 这样的话你们就应该只能听得到老师说话了 好喽 准备开始喽 今天大家不用两张纸 是不是 咱们先拿出一张纸来对合 我们把大纸先放在旁边 我们这个小纸 然后我们裁开 我们从中间剪开 或者用手裁也行 用剪刀点也行 然后我们画的小一点 这样我们可以画的快一点 然后画的完整一点 这样我们有两张纸了 对不对 好 两张纸呢 像这样 我老师换一下 这张纸老师的草稿 在这儿呢 好 两张纸这样 我们先把这两张纸 先用其中一张纸 然后先用一张小纸就行了 好了 然后咱们就准备开始了 你拿出一根黑颜色的笔 这样我们来画它边的时候 比较好画 来 我把这个 等一下 我把老师的这个 我把我这个调放在这边 让你看得见 能够多一点 好了 你画 你拿一个黑颜色的笔 像这样 像老师这样 好吗 这样的话呢 咱们这样的话 咱们可以先描边 先把边都描好了 然后它图颜色 看得比较清楚 好 好 我们先来画老虎 老虎的咱们就画个大脑袋和肩膀 对不对 所以脑袋大概有这么大 肩膀大概是这么多 好吗 所以咱们先画脑袋的上半部分 在纸的上半部分画 来一起画一个半圆 像这样 先画一个半圆 然后我们给它画两个耳朵 耳朵画两层 两个半圆 好 这边也是耳朵 像这样 咱们老虎也两个耳朵了 对不对 然后画脸的左边 先画这么多 然后呢 你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画两个小巨尘 为什么呢 它有绒毛 你可以打个 你就手抖一下 就画好了 然后这边也是啊 先画出来一部分 然后你手抖一下 画两个小尖尖的出来 好 然后呢 在这样 画到这 再两个半圆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先不要再画了 然后咱们这样 把它的鼻子画出来 然后这样 咱们可以再绵起来了啊 好 咱们鼻子画在 它的脸中间 是一个倒三角一样的 大鼻子 老虎的鼻子很大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底下的 这个绵起来 这样就是它的嘴巴了 像猫一样 是这样中间分岔的 好 然后我们把它的下巴画出来 老虎有个大下巴 像这样 下巴 从我们的嘴巴下面 接个下巴 然后呢 它的两边 鼻子的两边 有两个像球一样的东西 是什么 是白色的地方 是长胡须的地方 来咱们画一下啊 这边左边一个 它画一公鸡灵球一样 右边一个 两个公鸡灵球 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画它的眼睛 眼睛比较难一点啊 好 你看这是它的鼻头嘛 对不对 从它的鼻头两边要左边出来 像画胡蝶一样好吗 好 左边眼睛在这个位置啊 来从上往下画像这样 然后点到它的鼻头上来 左边 然后右边是反方向的 右边 这样的话它的眉毛和鼻子 我们一下子都画出来了 好 然后呢 这个是它的眉毛嘛 它眉毛它比较深碎 所以咱们从这个底下开始画它的眼睛啊 好 眼睛呢 就这样 左边一个眼睛 你里边再画一个圈好吗 两个圈 像这样 画两个圈啊 因为里边是它的眼珠的 眼珠的蛮大的 好 然后右边也一样画两个圈啊 一个圈 两个圈 两个圈喽 好了 现在我们老虎的基本的形状已经看出来了 是不是脸的形状 哇 有点吓人了 已经快看 好 咱们现在呢 怎么样呢 咱们现在来把这个头部的斑纹画一下啊 老虎头部的斑纹是有横有素的 来咱们用这个 一个笔看够不够粗 你就这样 你如果画一条线你觉得比较细呢 你可以再来一下 然后你给涂的粗一点 好 第二的话呢 就有一条斑纹 这个一条 再画一条吧 像这样 两个小波浪 然后你还可以竖着再来一条 粗粗的 然后呢 它两边啊 还是有更多斑纹的 老虎两边这样 哦 两边练到两边这样 你看所以呢 这边也画一个分角出来 你可以 你可以现在如果你有黑 你去用的是黑色的笔 你就可以直接涂黑了 像这样 这样它跟头部斑纹一样 左边一个三角 再来一个 这边来一个大一点的三角 也是涂黑黑 涂黑了 然后右边一样好不好 右边这来一个小的 然后这来一个大的 一边两个 这样的话是它两边的 脸部两边的那个翻纹也画出来了 然后现在我们把眼睛也可以涂上了 颜色好不好 眼睛 你看眼睛这样涂的时候咱们这样 你里面画一个小圈 你可以 这个就不涂 这样的话呢 你等于是眼睛里边有一个反光 一个小白点一样 你看有的时候你的照片里 你眼睛也是有亮光 对不对 这样的话我们涂的时候 可以留一个 留一个小圆圈出来 如果你没留好 涂上也没关系啊 大黑眼珠的也挺可爱的 好了 你涂的慢一点 没关系啊 我等一下你啊 因为下面呢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项工作 那是什么 是要把它的 那个 它不是有胡须吗 它两边长胡须了 对不对 你可以给它一些点边 一边点五个 这边点了五 左边点了五个 右边点五个 在长胡须的地方 嗯 像这样 好了 如果你不喜欢你的老虎 太可爱 你可以不画 如果像那个 Isabella 或者其他小朋友 男生 我看看 如果你喜欢你的老虎 可爱一点 你可以给它加一个舌头 像这样 对 是不是就可爱了 不那么吓人了 这只它的头就画好了 头画好了以后 我们画它的肩膀啊 来 画它的肩膀 像这样 左边一个线 右边一个线 从它头去补下来 好不好 然后我们画它 它这块能看到一点点的肚皮 一点点啊 你画一个半圆 在指的下半部分 像这样 然后呢 我们给它画一些斑纹啊 跟它脸上的斑纹一样 是这种三角形的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右边一个 然后呢 左边两个 右边两个 像这样 然后如果你是黑色的笔 你可以直接涂黑 如果你的笔不够黑 你可以换成这个黑色的蜡笔来 先涂一下也可以 我们给它先涂上 这样的话 我们到时候涂它其他地方的颜色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边是什么颜色 我们就可以不用管它 不用担心 我们涂错了 我们打稿的时候 你直接把黑色都涂好 这边也是啊 用水彩笔涂比较好一点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如果一会儿你用蜡笔涂颜色的时候 蜡笔会弄得特别massy 水彩笔的话 那个你先涂好以后 不会跟蜡笔在一起 变成什么massy 如果你现在就用蜡笔涂 你一会儿再用蜡笔涂 可能会有点massy 哇 看看哈瑞森的大老虎 哇 好可爱哦 好棒哦 真棒 哎 其他的这个 都涂好颜色了 你好快哦 你把他的肩膀也补上好不好 脖子和肩膀 哇 Eason大老虎好凶猛哦 好可爱 哦 Isabella老虎也好可爱 好漂亮 好棒 好 Gassiper你把那个脖子和肩膀补上 好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看涂颜色了 你可以用橘色的 老鼻子给你们看一下老师这个老虎 鼻子的地方 你可以再换一个红一点颜色的 红色的鼻头可以好看一点 像这样 把鼻子头换成红色 然后呢 这些地方 像他的那个胡须啊 还有他的下巴 还有这个肚皮 还有耳朵里面可以用黄色 哦对了 你看老师这还画了两个牙齿呢 你还可以补上 慢慢补上牙齿就更凶猛了 哇 好凶 好 大概就是这三种颜色 如果你要没涂黑的话 你可以再用一下黑色的皮一块涂 就大概是这四种颜色 就够了 舌头和和舌头 老师这个有舌头吗 舌头和这个 这个鼻子 你可以再加一点颜色也可以 大概就是这几个颜色 好不好 来我们来快速涂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一会可以 那个 画一些树叶的 然后背景的话 老师用的是蓝颜色 这个也可以贴完树叶再涂 这样的话你可以涂得少一点 好 来咱们迅速涂一下 你看耳朵是用橘色 我知道摘这一块已经涂好了 摘这一块你把他的身子补齐 你看光有脑袋不行 还有个身子啊 好 来咱们快速涂一下耳朵涂橘色 然后呢耳朵里面可以涂黄色 我用这个黄颜色吧 我觉得这个黄颜色可好看 好 耳朵里面是黄颜色的 正好我们现在有黄色 那我就把这些地方也都先涂上吧 哇 在这个两个长不须的地方 颜色也是浅的 是黄色的 好 这样他脸上有颜色对比 比较好看啊 不是都是橘色的 来咱们快速涂一下 老师这个蜡笔好粗 所以涂得还挺快的 你那个要是涂得慢一点也没关系啊 一会你没涂完可以下课继续涂好吗 咱们先大概涂一下 然后这样好 老师一会告诉你 书院是怎么可以做的 好了 好 然后我这有黄色 我就把肚皮也分在赶紧涂上 肚皮 看他一点点肚皮 肚皮是黄颜色的 他肚皮里边的毛 没有那么多斑能 所以老虎还有猫啊 不喜欢你们摸他的肚皮 他觉得他的肚皮 是比较脆弱的地方 他眼睛有可能是你的 他眼睛就不喜欢别摸 然后这个在下巴也是 看看是不是老师把所有的黄颜色的地方都涂上了呢 好下巴也涂上 不要涂到牙齿啊 牙齿 如果你画牙齿的话 就给他留种白色的比较好看 好 看看 你还可以哪 再加上点黄颜色呢 就是他眼珠的这个理念 他没有 他们那个眼白跟咱们的不太一样 你给他涂一点黄颜色的比较好看 他的眼睛跟人面的眼睛长得有点区别 好了 好了 我所有要黄颜色的地方都涂好了 然后我现在把鼻子画上红色的 大红鼻头 其实好像他是棕色的 但是我觉得棕色的不够好看 我觉得红色的好看 太红鼻头 还有他的舌头 我们也可以给他画一种粉色的舌头 你要没有画舌头不用涂也没关系 我画舌头了 所以我把舌头画一个粉色的舌头 这样他比较可爱 好了 上面所有地方应该都可以涂橘色了 来 一起涂一下 你看这样的话呢 我用水彩笔涂的那个斑纹 他就没有跟我的橘色一起打扰我的橘色 这样还没有盖在这边 涂颜色的人 尽量注意 像我们老师之前教你们涂颜色 你要一点点涂 然后尽量不留空隙 是不是 涂得充实一点 尽量涂在线内 好吗 不要涂出边 一点点涂没关系 你涂得慢一点没关系 好了 然后就上面这块也都是橘色的 涂得慢一点 萨克还有时间图案 老师现在带你们涂得稍微快一点 是因为老师一会想给你们看 咱们下一步要画那个书印是怎么画的 书印还是挺好画的 也挺好玩的 因为咱们第一次可以用剪刀 在一起用剪刀 好了 然后就是他的身体也涂一下 老师画的这个老虎身体比较大支一点 比较胖 所以咱们涂的时间会稍微多一点 我现在快一点 好了 哦 涂得快但是还要涂得均匀 涂得好 你慢慢涂没关系 你要是已经涂完了 你稍微等一下 大家好不好 不要急的 好了 我们上课应该还有时间 我们现在学会画老虎以后呢 我们一会儿如果有时间还可以一起 咱们画一个更大一点的老虎 然后我们拿来当面具玩 好了 好了就差一点咯 差一点我就这边就涂完了 你看老师这边就差这一点了 一会儿你一会儿你没涂完 也跟老师一起先画那些树叶好不好 好 好我快涂完了 好了我涂完了 好 这样的话呢 咱们现在可以拿出另一张纸来 咱们刚才不是有两张 抬出了两张小纸吗 对不对 你拿出来另一张纸 咱们来先画书叶吧 你要没涂完也没关系 你先放到一边来 咱们把书叶那张纸拿出来 书叶那张纸是一张小纸 对不对 你先对折 对折 对折完了以后呢 跟上次一样 然后有其中一半对折 这样的话我们大概分成了三份 这边呢是二分之一 这边我们又对折了一下 所以这边更加黑一条 你看这样 宽一点的有一条 打的有两条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拿出这个黑色的 刚才的黑色的笔啊 我们在这个宽的这边呢 我们就是这样 给它横过来 你就是这样 画斜线 画出好多大三角来 锯尺 画了好几个三角出来 对不对 画出好多小锯尺了 然后这个呢 这个底下有一条 你看刚才叠出来的嘛 对不对 底下有一条更窄一点的 你也是画出一些锯尺了 画出都是三角形 不用一斤特别均匀啊 可以宽一点的三角 大一点小一点都行 画好多锯尺出来 然后呢 我们给它涂颜色 涂颜色我们再剪啊 比如说这个三角我们涂上绿色 画的是树叶嘛 对吧 我们涂一个绿色的出来 嗯 然后呢我们可以空一个 再涂一个绿色出来 因为我倒可以换一种绿颜色啊 你给它涂得可以快一点 没关系 然后我可以换一个绿色 比如说换个浅绿色 来 我们涂一个浅绿色的三角出来 我们涂完颜色再剪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样的话比较 比较快一点 因为你剪下来以后 三角不太好涂 好 我们可以再涂一个浅颜色的 浅绿色的出来 这样你可以涂得很快 因为纸比较大 对不对 然后也有蓝色的书眼是不是 哎 或者你有别的绿颜色吗 我看看啊 你看老师这套 这套蜡蜡有各种各样的绿颜色 如果你颜色够多 你也可以换一种颜色 换一种绿色 你看老师换那种绿色 你看看你一共有几种绿颜色 可以用来涂 这个绿色也挺好看的 好了 我大概涂了几个啊 一二三四五六个呢 我觉得够了呢 六个大的 然后一样呢 我们再涂几个小的 来涂几个小的 也是换个颜色涂啊 然后换个浅颜色涂一个 有一些 这是浅绿色的 再涂一个 涂一个这边 然后我再换个颜色 换成这个颜色 你可以多涂几个小的哈 涂几个呢 我现在涂了几个了 我都数不过来了 好了 我觉得够了 你涂了几根呢 我看看啊 老师涂了几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哇 好多 好了 我们画了好多句子出来 是不是 其实这些都是小树叶 我们以后给它剪下来就好了 好 如果你已经涂好了 你就可以开始剪了 你要怎么剪呢 你就按着你这个 你看按着你隔的线 先把这个宽的线剪下来 这样 然后这个也剪一下 像这样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开始随便剪了 你看这样啊 这样的话 这样 哦 剪出来了 就剪下来了 对不对 再这样 哦 还挺好剪的 对不对 一剪刀下去 我们小树叶就掉下来了 这边也是 来 来 你们用剪刀一定要小心啊 你把纸用手这样扶着 然后开始剪 这样的话你剪不到你的手指头 可千万不要 手指头要离得剪刀要远一点 呜呜要远一点 远一点 好吗 好了 然后你就这样沿着这个黑色的线 一点点剪 剪一下就出来一个树叶 你看很容易 剪一下就有一个树叶下来了 要剪了多少根了 要剪了多少根了 不要剪一刀就下来了 好 这边最后一个咯 我的小树叶都剪好了 剪好了你就先放在这儿 好了 大树叶也一样的 我们这边不是已经剪好了个口子吗 对不对 这样的话你直接就是 手这么拿着它 然后你剪一刀 大树叶就掉下来了 我们有宽一点的 有小一点的 你看大树叶都掉下来了 好 这边也是二 好 这边也是二 好 然后呢这边 最后一个咯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稍微拿一下 你再缓过来 这样好点 然后你把它剪一下 好了 这样老师都剪下来了 有这么多树叶吗 是不是 有多树叶吗 好了 如果你树叶已经都剪下来了 你就可以开始慢慢的贴了 不要着急 你要没剪完 你可以都剪完了再贴 贴的时候呢 像是怎么贴 这个尖角 冲着老虎 这样的话你可以帮它 挡上它 这样就显得它像是藏起来 知不知道 就像这样 你可以大树叶小树叶这样 来交替着 像这样 挡住它 尖角冲着它 这样就显得它在埋伏在 这个里面一样 老师先布置一下 然后它没放胶水呢 大概是这样 你可以 你看左边右边的 都白 然后如果 你这个有一些 你看这些三角在纸外面也没关系 我们最后一块再剪 我们先大概布置一下 然后大概贴成这种感觉就行了 贴成这种感觉 你不用管它出纸了 以后没关系 一会再剪下来 好了 你大概有这种感觉 你就可以开始贴了 看看 好 大的小的分布均匀 让它绕一圈 所有尖角都冲着它 好吗 好了 慢慢贴 先拿个小的贴 好 慢慢贴 我贴一个咯 再来 好 我把这个挪一下 我先贴一个大 好想贴大的 我觉得贴大的 我觉得贴大的以后感觉 比较好 啊 好了 好 再贴一个大的 我喜欢贴大的 因为感觉大的跟遮挡的更好一点 效果 你不用担心 这个三角在直外面 一会儿一会儿都给它剪下来 就吃了 好了 我再 我换一下 这个颜色在这 我换一下 好 换一个这种 这个颜色过来 好了 哇 哇 这个老虎已经有一半脸都被我挡上了 这样它藏得很好 这样它如果看到了它想吃的小动物 它就可以不怕小动物跑掉了 它一会儿都可以冲出来 这个浇水好湿哦 如果有浇棒的话 更好 我是没有浇棒就用浇水 没关系 好 我贴了多少个了 哇 我小时候都弄到锅子上了 哇 没关系 没关系 下来后再洗手 好了 我贴一个小的 嗯 我这还有颜色大的 我给它稍微换 因为这么大的的颜色比较接近 我换一下位置 然后我贴几个小的 好 好 再贴几个小的 好 我这还有两个小的 我再慢慢贴 往贴在哪儿了 往贴这边 往贴这边 好 最后两个了 一大一小 你别着急啊 你贴不完 你可以下坑慢慢贴 大概贴一下 你就知道怎么贴的就好了 好 我看看 哇 都贴好喽 贴好了你看 都在画面外 对不对没关系 我可以剪掉就好了 好 压一压 压平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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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哦 手上沾了好多胶水 啊 没关系 下课再洗了 嗯 我贴的差不多了 你看贴了以后就这样的感觉 是不是已经有老虎在丛林里的感觉了 对不对 然后你要想怎么剪掉它们呢 这样我告诉你啊 你反过来 你反过来把这些剪掉就好了 是不是把多余的剪掉 你看你反过来 你能看见纸了 对不对 你把它剁出来的地方 像比如这边 都剪掉 明白了吗 你看这边也是要炸出来了好多 你可以剪掉 好 贴好了再剪啊 要没贴好 你到时候下课再剪 没关系啊 我说就是告诉你 你可以这么做 这样的话你到时候画面看起来 要更整齐 好 这边也是啊 多出来好多 那边也要剪掉 沿着纸的形状 好了 这样的话你看你再翻过来 哇 就没有多出来的喽 就是这样了 哦 懂了吗 然后呢 之后一件事情还可以做什么呢 还可以就是 你选一根蓝颜色的笔 深颜色的 然后你把这些空白的地方 白颜色的地方你都涂上 然后就完成了 完成了以后就是这样 你看 现在这两个的区别 就是老师画好的 这两个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它底下 这个是还是白色 对不对 这个已经老师涂好了 是蓝色的 知道了吗 所以当时把这些白色地方也涂上蓝色 这样你就画完了 因为涂上蓝色以后呢 显得它更暗 它背景颜色更暗 这样它是藏在里面是有影子的 它是藏在一个黑暗的地方 所以你感觉它藏得更深一点 好 这样的话 我老师就不带你画这个图背景了 当然你下课自己涂就好了 然后你涂完了以后 你看看你多出来的地方 你都可以剪一下 就完了 这样你就画好了 好 有没有想给老师看一下呢 小朋友 有没有想给老师看一下呢 来 哇 Harrison 那个好可爱哦 好萌哦 颜色好丰富哦 好紫色的耳朵好棒哦 其他小朋友 有没有想给老师看一下呢 没画完没关系 你可以下课接着画 但是你现在知道大概怎么画了就好了 来 有没有想给老师看一下呢 还在图 都好认真哦 来 给老师看一下吧 Harrison 给我看看 哦 你已经剪好了是不是 Harrison 你已经剪下了老婆剪来当面具了 对不对 真可爱 你给突然颜色 好不好 哇 哇 我看到Isabella了啦 哇 哦 Isabella那个老虎 哇 你都剪好了 哇 好可爱哦 你看 你弄的那个黄颜色 是荧光色的是不是 李老师这个颜色要鲜艳 哦 看到Jessiper那儿了 你那个是什么 紫色的大老虎啊 太帅了 好了 Harrison Harrison给你了 Harrison给老师看一下 好不好 Harrison图还在图 没关系你图慢一点没关系 下课图好了就好了 好 那么现在还有一点时间 咱们今天会画老虎了呢 你拿出一张大纸来像这样 张大纸刚刚准备好的 然后咱们只画老虎的头 老师带你画一下 这样你可以涂好颜色剪下来当面具了 你看老师的面具 帅不帅 我看到这一本已经都剪了一个了 你可以再试一下 咱们做反复练习 这样的话老虎画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啊 刚刚才一样啊 只不过咱们用那张大一点纸 对不对 然后咱们就画大一点 好不好 这样还能遮住你的脸 好吗 好 这个纸还是这样用啊 从上面的最上方开始 先画一个半圆 先画一个半圆 画的好大好大啊 因为老师脸很大 我就脸比女人都大 所以呢 你也可以画大一点 这样的话你们家全家都能用 妈妈也能用 爸爸也能用 还刚刚那一样啊 咱们来呼一下老虎怎么画 点个耳朵 左边应该右边应该画两个圈来 好 然后还是左边那个腮帮子像这样 先画一小段 先画一小段 然后呢 打个尺 这样还有那个毛毛炸出来的感觉 右边也是啊 先画一小段 然后手抖一下 好了 两个尺出来了 然后画到这儿停 然后呢咱们先把鼻子再点中央画出来 它这个倒三角的 再点按 然后你把它连起来 鼓 这样写一个汉字的人字是不是 是插开的 好了 然后左边一个球 右边一个球 还记得吗 左边一个冰淇淋球 右边一个冰淇淋球 两个球 要熊了 是不是 然后就是它的下巴 下巴 老虎的下巴还是挺大的 然后你加不加舌头 都可以按 加一个舌头 再加两个牙齿 哇 好兴哦 好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画它眼睛了 刚才怎么画的 还记得吗 我们来一起来复习一下 从它的鼻子里连出来 像两个像棵树一样 好 第二个我们从眉毛和鼻梁都画出来了 一边一个 对不对 然后底下是眼珠子 也是两个圈 两个圈 好 颜色随便你啊 这个老师就不管了 你们到时候自己涂颜色随便 还要然后是它的头脑门上的斑纹 两条线 你可以画的再粗一点 你可以多描几遍 它的粗一点 脑门上的 然后这条树斑纹的 还要就是它的三角斑纹 眉毛上面有两个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然后在帮子上有两个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三角形的 一二三次 对吧 然后就是呼吸上 呼吸上再点几个点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 一二点五个点 这样就画好了 然后呢你涂上颜色 涂上颜色 然后你沿着这个外轮火线给剪下来 然后就是这样咯 哇 你看 然后你可以背后慢慢弄胶带 你贴两个绳子也行 如果你不贴绳子的话 你拿手这样举的也可以 你就可以剪下来当面具了 好不好玩 好 那么作业呢就是 你可以把这个涂好颜色剪下来 或者你把你这个完成 把这个里面空的白的地方涂上蓝颜色 把这个完成 你要有时间把两个都完成了 作业更好 或者你完成其中一个 只要是老虎就行 好不好 那这个就是作业 作业完了以后 你记得让妈妈发给老师看 然后老师给你点评 然后咱们下个课上课之前 拿出来给其他小朋友一起分享 好吗 好 来给你看 画好以后就这样 到里边涂上蓝颜色 像这样 所以画好的 给你看画好的 好 画好 要么就是面具 要么就是把这幅画画完 好吗 涂好颜色 都可以 这个面具也蛮可爱的 你可以不用涂这个颜色 我刚才看有紫色的 还有什么颜色的来着 红色的老虎都可以 你按你自己喜欢来涂颜色 对 然后你看你眼睛老是没涂 对不对 你可以把它挖空 挖空眼睛这个地方 是有点技巧的 你可以让妈妈帮忙 因为你得把那个剪刀穿进去 然后剪 比较难 这个比较难 你让家长帮忙吧 好不好 把眼睛挖空 这样的话你能把你的眼睛露出来 好吗 好了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谢谢小朋友们 好了 拜拜 下礼拜见了 拜拜 拜拜 记得交作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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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交作业给老师看 老师期待看到你们的成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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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